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二战时期立下大功的密码破译专家 甚至有人说 得益于图灵的这个贡献 使得二战足足提前了两年结束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智力超长的人 他们天生就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来的 图灵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这里有一个小例子 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后 全世界也没几个人能看懂 图灵的父亲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 母亲是巴黎大学的高材生 两人研究了很久 也没研究出个什么东西来 图灵当时还只有15岁 为了让父母了解相对论是个什么东西 竟然专门写了一本书 给他们讲解相对论 这样的天才 你说牛不牛 图灵后来加入盟军的密码破译团队 也并非他对战争感兴趣 而是单纯的为了挑战自己的能力 当时 希特德为了加强情报的保密性 动用大量的人力卧币 研发出了恩尼哥马密码机 在当时绝对是最先进的机械密码设备 让德军情报工作的效率和作战的保密性都大大增强 而盟军则是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境地 为了克服这一难题 盟军召集了大批顶级的密码学家和数学家 去破译德军的情报 然而 尽管这些专家已经是夜以近日补丹了 但是所破译的情报数量却是非常有限 这时候 图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 用人力去和机械抗争是无效的 必须要用机械对抗机械 不过 我们刚才提到的 恩尼哥马在刚刚问世之际 属于最先进的密码设备 所以当图灵提出这一想法时 很多专家都觉得行不通 就是在这种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 图灵和助手耗费了两年的时间 改良的由波兰人发明了密码炸弹机 从而帮助盟军的情报部门 彻底摆脱了手工作业的低效模式 从每月破议三万九千条情报 一月提升为八万四千条 而且情报的准确率也大大提高 而此时满足于自己先进密码设备的德国人 对此毫不知情 任由盟军去截获他们的情报 因此战后曾有人这样说 得益于图灵的这个贡献 使得二战足足提前了两年结束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 而且为战争立下巨大功勋的人 最后的结局却非常悲惨 1954年6月8日清晨 图灵被发现横溢卧室 旁边放着一个沾满形化物 而且啃了一口的苹果 年仅42岁 那么战后图灵究竟经历了什么 让他走上了这样一条不归路呢 很多人都说 造成图灵悲剧命运的最关键因素 就在于他是个同行恋 当时的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今天的开放程度 而是将其化归成违法行为 所以当1951年图灵和阿诺德被发现 存在同性恋行为的时候 警察逮捕了阿诺德 并公开审判图灵 最终的结果是 图灵被强制执行化学阉割 并在此后的一年内被强制注射雌性激素 在他生命最后的关头 图灵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异 甚至连生代也开始变化 我们无法揣测图灵的内心 但至少可以猜到 此时的他会有多么挣扎 直到2009年 也就是图灵自杀55年后 以英国首相布朗为代表的英国政府 才首次公开向图灵道歉 2013年12月24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也发布了英国王室的特赦 并宣布图灵无罪 并宣称 那个判决在现代看来既不公平 又具有歧视性 都说天才人物是不容于社会的 看看图灵的经历 不由让人一生成叹 历史客栈作者 水墓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UA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215年12月19日